大家好,欢迎来到财商思维轻松学 如果只能选择一样财富 留给我的后代 那么我不会选择房子、股票或现金等钱财 相反我会选择分享我学到的智慧 这就是帝皇术 为什么呢? 因为帝皇术是一个充满智慧和力量的秘密 它可以让我们的子孙轻松实现他们的梦想 无论他们身处何地 这不仅仅是我的想法 这是传承自华人最富有的李嘉诚和最伟大的政治家曾国藩的智慧宝藏 他们将这个智慧视为比任何金钱还宝贵的遗产 一个说要成为善良的狮子 另一个强调要拥有菩萨的心灵 却同时懂得如何达成目标 这两者实际上都源于帝皇术的奥秘 我曾发现这些成功的生意人和领袖都懂得这个秘密 但他们通常不轻易分享 我是通过从他们的子女那里 及所谓的富二代 悄悄获得了这些珍贵的知识 如果你细心观察 你会发现我们从学校学到的 知识似乎更多是针对善良的人 而不是坏人 但事实上这个世界是不是总是如此善良呢 有句谚语说 人善被人欺天不欺 人恶被人怕天不怕 这句话告诉我们 有时善良会被欺负 但上天不会欺负我们 而坏人虽然有人怕 但上天也不会怕他们 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道理对吧 然而很多人都对这一点存在误解 认为上天会报应善良者惩罚坏人 但这并不是真的 上天不会报应好人 也不会惩罚坏人 他只是不欺负善良的人 也不怕坏人 正如道德经所说 天地不以仁慈 对待一切万物 他只是让世界自然运行 因此 在这个现实世界中 我们需要在善良的基础上 学会处理事情的智慧 这不是要你去伤害他人 而是让你有能力保护自己 就像身上有一些字一样 所以这就是帝皇树的真谛 善良与智慧的完美结合 让你在这个世界上取得成功 现在我要告诉你一个 关于改变命运的故事 一个关于普通人 如何透过帝皇树实现非凡成就的故事 有一位年轻人 他生长在一个贫困的社区 环境艰难 前途似乎毫无希望 然而这位年轻人 拒绝接受命运的安排 他决心学习帝皇树 一种古老而神秘的智慧 这种智慧能让人拥有 超乎常人的魅力和智慧 当他开始应用帝皇树的原则 他的生活开始出现惊人的转变 他不仅吸引了成功和财富 还成为了社区的领袖 一个真正的改变者 这个看似绝望的年轻人 最终实现了他的梦想 并对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还有一个故事 关于一位古代的皇帝 他的统治被誉为黄金时代 这位皇帝并不仅仅是一位优秀的统治者 他还懂得如何运用帝皇树 这让他成为一个真正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 他降低了人们的期望 并巧妙地给予他们惊喜 这让他的臣民对他感激不已 并愿意跟随他的领导 你知道吗 许多人总是喜欢让你去做事 无论是朋友同事 还是那些以为自己比你厉害的人 但是帝皇树教导我们的是 不要随便听从他人的要求 这就是成为一个超越平凡的人的关键 成为一个不受他人支配的主人 也许你会问老板的要求怎么办 帝皇树告诉我们 要超越老板和打工的框架 要成为那个掌控自己命运的人 生活中真正有价值的奉献 不是出于被迫 而是出于自愿 出于内心的渴望 我们主动给予 而不是被动的给予 这是真正的力量所在 现在让我们来谈一谈人意道德 有些人整天鼓吹道德和良心 他们自认为是社会的守护者 但事实上 他们可能是弱者 这些人常常忽略了现实世界的残酷 他们沉浸在乌托邦式的梦想中 认为人间可以成为净土 但我们知道现实世界充满了竞争和利益 帝皇树的智慧 只有富人或者潜在富人才能理解 因为他们看清了人性的复杂 有些人或许会试图贬低我们 说我们的教导太过于现实和黑暗 但实际上 我们不过是揭示了人性的真相 我们知道如何运用这些真相 以创造成功和财富 我们不会被道德约束 因为我们明白 道德在现实世界中 往往无法达到目的 我们会鼓励更多人成为强者 然后谈论道德 因为这样能让我们更容易控制局势 所以请记住 这个世界只有两种人 会不断宣扬人意道德 第一种是那些了解人性复杂性的富人 他们明白如何运用道德来操控局势 而另一种是那些迷茫失望的弱者 他们寻求一种幻想中的完美 但却忽视了现实 我们教导的东西 只有富人和有潜力成为富人的人 才能理解 如果你想真正改变自己的命运 那就要超越人意道德 明白人性的复杂和现实的残酷 近年来 后黑学这个词汇备备受瞩目 不过事实上 我认为它仅仅是帝皇术的一个分支 这个概念对一般人来说 可能有些难以接受 但对于那些真正的高手来说 却是一本潜藏的成功宝典 那么后黑学到底是什么呢 用我的话来说 它是一种拥有强烈韧性的脸皮 和精明手法的艺术 它并不是要让你成为不义之人 而是要让你成为具有策略智慧的好人 你不仅仅要成为善良的人 还要成为一个拥有财富的善良人 厚黑帝皇术 这是你要想在创业致富 或是在职场出人头地 必须掌握的高阶技巧 要真正领悟它 你只需要看一次三国演绎 在这部史诗剧作中 你可以从其中两位主要角色 获得宝贵教训 像曹操学习黑道的奥义 像刘备学习脸皮的鲜明特点 我一生中最崇拜的人 非曹操莫属 他的综合能力体现在他卓越的欺骗技巧 以及不懈的策略智慧 当眼前利益攸关时 他绝不让感情左右他的抉择 无论是与他有生之恩的吕博奢 还是名医华佗 即便是像孔荣这样的知识分子 他都能毫不犹豫地出其至盛 并毫不掩饰地宣称 宁可我负天下人 不可天下人负我 这种钢铁意志真的令我折服 值得注意的是 只有那些富有智慧的人 才能真正理解曹操 绝不是坏人 在那个充满混乱的年代 生存是如此脆弱 一旦死去 影响的不仅仅是个人 还关系到整个家族和国家的命运 所以他的生命变得至关重要 因为他身上肩负着太多人民的希望与未来 刘备大家都说他是仁义道德的化身 但有多少人知道 他的真正技能在于 拥有坚定的脸皮 并且擅长演技 当面临困难问题时 他会情意浓厚地表现出 一副悲情的模样 以赢得别人的同情 举例来说孙权借给他荆州 甚至将自己的妹妹 许配给刘备 但刘备竟然用精湛的表演技巧 故意拖延环的 再也不归还荆州 这完全揭示了 在他的价值体系中 坚守信用和仁义 并不在优先考虑之内 所以你必须学会 藏起内心的獠牙 表面上要展现出欢乐的笑容 但关键时刻 要毫不留情 在平时强调道义 及脸皮的运用 但在关键时刻强调利益 也就是黑手段的运用 唯有如此 你才能更好地保护自己 如果你渴望成为富有 学习骗术的手法 培养性格和提升远见 那么帝皇术的手法 究竟是什么 接下来 我将谈到的观念 可能会挑战许多人的价值观 这些话语 可能会引起一些人的不快 但我坚持要讲出来 因为我希望那些曾经像我一样 生活在底层 但拥有向上攀升的报复的人 能够聆听到这些 不容易获得的真相 孙子兵法教导我们 兵者鬼道 也即在战争中使用诡计 欺骗敌人 那么你能否举出一个政治家名人 或富人 从来没有使用过诡计欺骗他人的例子呢 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 每个人在幼年时 就开始学会如何欺骗他人 个体成长的过程 就是要决定哪些事情应该公开 哪些应该保密 欺骗是一种生存本能 就像某些动物使用保护色 来欺骗天地一样 人也一样 每个人都说过谎欺骗 而这是无法避免的 这是我们人类的本能 我们也必须学会欺骗 最后我认为帝皇术是一门深奥的学问 其中最重要的心法就是认识 到世界上的一个奇妙事实 你所厌恶的东西 恰恰可能是你需要的 而那些你一直迷恋的东西 却未必是你真正需要的 现在让我向你提出一个问题 有人真的爱那种浓郁 而微苦的黑咖啡吗 或者有人真的沉迷于品味啤酒生蚝 或是享受抽烟的快感吗 同时我们是否可以找到人们 对臭豆腐情有独钟的例子呢 这些品味通常并不是每个人的最爱 对吧 但有趣的是 一旦你习惯了这些滋味 你很可能就会陷入迷恋 甚至上瘾 大多数人在首次品味这些东西时 常感到不仅苦涩难忍 甚至难以下咽 但这正是帝皇术的真谛 只有通过持之以恒的尝试 你才能发现那些原本令人厌恶 的事物中所蕴含的不同滋味 然而这种多样性的味觉 并不是孩童的专利 而是成年人的象征 想象一下你不会将农咖啡 啤酒香烟等东西交给孩子对吧 因为小孩的味觉通常相对单一 他们偏爱甜食 然而成年人的味觉已经变得多元化 允许我们从苦涩 臭味等各种滋味中寻找天堂的感觉 所以这就是我的观点 如果你已经是一个成年人 那么你的内在世界 应该像你的味蕾一样多元 你不应该像孩子一样只追求甜食 只关注生活中的美好部分 如果你坚信人性只有美好的一面 而对于其阴暗丑陋之处完全不能接受 那么你就像是一个未成年的味蕾 还未开发 还未成熟 很多人长大到30岁 甚至更长时间 却依然不能容忍人性的阴暗面 对这些话题感到不快 他们天天鼓吹 人意道德 就像是在不断传播着 只有甜食才最好吃的观点 但真正的成年人 应该经历过多种滋味 从酸甜苦辣等各种风味中 寻找生命的真谛 别害怕探索生命中的各种滋味 包括其中的苦涩和辛辣 只有通过对人性的多重理解 我们才能变得更为成熟和深刻 当你能够接受人性中的自私和丑恶 以及掌握这些特质 那么你正迈向帝皇树的门道 最后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留言 我都会继续分享关于成为富人 企业家投资家达到财富自由的 免费信息我们下个礼拜不见不散 但是对最后一位不见不散